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炼鹅油 炼鹅油 对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 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 将从鹅身上提出的油脂 洗净放进绿布袋 即绳封口入锅 锅中加入温水 没过绿布袋 闻火慢煮半小时 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石 该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 留下纯净的鹅油 你看鹅油的颜色 其实也是金黄 金黄的 对 你像鹅油的话 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就早上吃粉吃面 早上也很香的 那我们用它 怎么和今天的鹅肉 进行一个结合 用鲜椒油再爆炒 那汤更选一点 好 鹅油烧热 鹅腿 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 随后鹅肉块入锅 在热力作用下 锅中生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你就能感觉到皮紧紧地扒在肉上 对 它就已经浇了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对 它可以加料了 来吧 姜片去腥 食盐提味 干辣椒增添爽辣 特色配方鹅絮 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 再来少许胡椒粉 翻炒片刻 味觉层次愈加饱满 最后加水 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其实现在在这个灶这边 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对啊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 迸发出来的那种 勾人口水的味道 对对对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 还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在顶锅里面更鲜 木柴燃起万火 上方浑圆四冠 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 隆重登场 其独特造型 更利于均匀导热 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对啊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大概三十分钟左右 就当地啊 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对啊对啊 因为这个红米性好 导致性更强 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 让它炖个三十分钟 好可以 顶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 小火炖煮 美味慢慢酝酿 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 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 既可保留古物自身弹韧的口感 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 各种食材相得一张 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同一会儿 无论